大家好 在这期视频当中 您将参与Link顶级域名和Cloudflare网络连接的技术可行性实践 我是老罗 大学生们喜欢叫我罗叔 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及知识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 帮助各位在2023年打造崭新的数字生活 数字生活 关注老罗 大学生们总爱私信老罗说 罗叔 我刚知道你的频道错过了很多精彩怎么办 那觉得好 请点个赞 觉得可以 订阅一下并打开小铃铛后继续看 时时推送小铃铛 新视频一出 立马把你来召唤 好 本期视频还是分为四个部分来展示 首先是准备材料 然后是流程概述 之后是过程的展示演示 最后是重点回顾 好 首先准备五点 第一网络任意网络都可以 但是IP为未注册过link域名的IP 否则你要换IP注册不了啊 第二个邮箱 邮箱是用来申请这个link域名和Cloudflare的账户的 第三个是电脑 这里注意一下我们要使用Windows电脑了 第四是专注 本期视频中涉及的下载软件压缩包较多 涉及的网站比较多 对于Cloudflare网站内容的操作也比较频繁 所以保持专注并按视频的顺序来理解和操作很重要 耐心由于搭建过程中需要一些时间和一些不可抗力因素 所以耐心很重要 这里友情提示一下 网络任何的免费资源的注册都有其时效性 在使用上有其局限性 更不能保证如同收费资源的流畅性和舒适度 我们在此仅讨论技术上的可行性 这里敲敲小黑板啊 本频道所有的视频根据时效会在视频下方建立一个置顶评论 用来及时更新内容发展变化情况 请大家及时关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 好 我们把整个的视频流程展开 在这里分为ABCDE五个步骤来说一下 首先是注册并绑定Link域名 Link顶级域名是一年免费的 所以呢绑定Cloudflare来做实验是比较便捷的 本期视频本身就是短期 技术爱好实践 仅做教学使用 然后呢 就是B这个环节 注册过域名之后 我们要测速选IP 优选IP都是靠本地直联网络来测试的 你中间不要用一些魔法的东西 所以需要下载测速软件压缩包和测速IP地址包 两个压缩包 并解压到本地桌面 我命名为CF和IP两个文件夹 选端口时呢 请注意 IP文件夹文件命名最后四位是数字啊 所以呢 需要和运行命令中替换的端口相对应 最后四位是2083 那你就用2083短口 这个不要搞混了 否则就会出错 在这里我们建议啊 使用这个http短口配合域名 以及使用更安全 好 讲完了B 我们来讲C环节 建立Walker 在Cloud Flare网站中 新建一个Walker 并覆盖原有的代码 为老罗叔叔所提供的一个网页链接 结尾为Walker-vless.js的网页文件中的代码啊 然后呢 请关注第七行第九行第103行的代码 第七行UUID是出于安全的需要 要进行替换 当然了 你作为试验也可以不换 第九行呢 IP就是通过B阶段测算出来的 排名第一的IP 你要把它粘贴进去 第103行为加密端口 这个是可以自己选择的 也是在B阶段 你已经把这个端口已经选好了 在视频中我是用2083端口的 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 但是呢 要避免这个443 这种8443这种 比较大众的端口出现 否则用的人比较多 这个就会比较 网络会比较急 比较堵 然后C阶段讲完 我们讲D阶段 为Walker制定域名 为Walker制定域名呢 是由于Cloud Flare已经绑定好了 这个Link域名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 添加喜欢的 二级域名 即可生成域名链接 当这个域名链接生成好之后呢 我们要点击它 就会出现一个带有乱码的网页 然后我们在浏览器中 生成的域名后 加上斜杠 和我们在 C阶段 第七行的UUID填进去 敲回车 敲了回车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两个链接 上面一个是V2Ray的链接 下面一个是Clashed 好 然后呢 第一阶段介绍完 我们到E 我们要修改V2Ray客户端的配置 我们当我们把这个链接呢 粘贴进了这个V2Ray客户端 那就形成一个连接 但是呢 我们需要有两处的改变 第一个是改变地址 第二个是端口两处 端的口比较简单了 你前面B里边用哪个端口 那你在V2Ray的端口配置就改了 那比如这样 我们是用这个2083的 那就改成2083 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下 地址行 需要用我们 随后提供的优选地址的网址 你把它打开 并且保持网络在直连的情况下 中间也不要有什么任何魔法 任何的什么代理 然后呢 刷新你的这个网页 再根据你不同的ISP的运营商 选择拼值最低的IP地址 把这个IP地址复制出来 然后粘贴到V2Ray客户端的 这个地址栏当中去 替换原先的地址 不要忘记还要保存一下 至此呢 你就可以通过本次实验来学到很多 有趣的技术知识了 大家好呀 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桌面 我们现在用英特尔云来演示 先注册一个域名 当然我们的Fivefox火狐的浏览器 bug已经修复了啊 现在直接点击就可以 我们今天 介绍免费申请 link的这个域名 可以免费 试用一年 好我们打入安靠罗 查询一下 啊 我们现在逐个的填入 这个都无所谓 除了邮箱是需要正确的外 其他的都无所谓 为什么出这期视频呢 因为有一个印尼的海外小华侨朋友 想要归国啊 又不舍得用这个手机卡去做这个漫游 还想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拍的这些风景 分享到他的国外朋友圈 那怎么办呢 我就出其视频吧 好点击go to my account啊 然后你就会收到五到六封的邮件 其中有两封有链接 你要激活 点击之后 再进入这个登录界面 进行登录啊 这用户名密码是你之前设置的啊 好 登录进来之后呢 要设置这个安全的问题和回答 不设置 你是设置不了你的域名的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域名了啊 前面我们设置的安靠罗.link 好 我们现在想把他的DNS呢 解析到这个Cloudflare上 那我们登录Cloudflare的网站 点击login 输入用户邮箱和密码 好 我们准备来绑定这个新注册的 安靠罗.link的这个域名 这个域名可以免费用一年 好过没有 但是注册的时候 大家需要注意啊 一个IP只能注册一次啊 如果已注册过了 就得换IP了 好 我们在Cloudflare里面输入 安靠罗.link 免责免费的套餐 继续 现在再检查这个DNS 好 我们要把Cloudflare的DNS给写入 域名里面去 所以可以选择NameServers 在1 2这里 分别填入 Cloudflare的NameServer 好 点保存 那么域名里面基本上就设置完了啊 现在都看Cloudflare里边的玩法了 好 等待5分钟刷新两次激活了啊 安靠罗.link active 好 我们看一下DNS里边有好多记录 我们逐条把它删掉 待用啊 待用 后面会用得着 看我们怎么帮助这个印尼小华侨 解决这个线路问题 好欢迎大家登录老老叔叔的 这个windows桌面啊 首先我们可以 可以看到啊 在windows里也登录了 Cloudflare 看到我们这个域名啊 已经是激活的 好 好 我们在Cloudflare的文章里面发现啊 Cloudflare的很多端口啊 https 是这个加密端口 开放的 我们当然是首先用这些加密端口 443呀 2083呀 这些 看看他有什么用啊 我们通过 我们通过Github发现了 有一些大神 啊 他们有一些相应的软件 要在这里要感谢这些大神啊 好 我们下载并打开 这些下载链接我们会放在这个视频下方 描述栏里面的 好 保存到桌面啊 CF Cloudflare CF Cloudflare 好 这是第一个 这是探测IP的 探测IP的连接速度的 好 第二个网站 好 打开一下 是一个txt.zip的一个文档 其实里面就是一个 txt文档 好 我们另存为IP这个文件夹的桌面 好 我们 在这个 IP文件夹里找到 -2083.txt结尾的这个啊 因为我们要跟 Cloudflare的端口对应啊 他后面是2083就是2083 好 复制下来 把这个IP 地址复制下来再打开 第一个下载的Cloudflare 筛选IP地址的这个IP p.txt 文件夹 粘贴进去 覆盖掉 保存 好 然后我们打开cf文件夹 交入cmd 我们复制这一行命令 我们也会提供 把端口改为2083 交回车 好 现在就开始跑了啊 在筛选里我们 家庭网络最近的 这个优选IP 当然了你如果现在是有代理啊 或者别的东西你要关掉啊 这是一个直连状态啊 不能有任何的代理好 好我们进cloudflare的walkers and pages 创建一个文件名 部署 部署个work 点一下编辑代码 好 好这时候我们就看见这是有很多代码 代用啊 好我们打开这个edge tunnel 这位大神的 这位大神的github 我会提供 把他的这个网页 里面的代码全部复制进来啊 替代掉啊 替代掉 我们的walkers 然后呢 找到 第七行 我们会看到有UUID 我们再打开个UUID的网站 申请UUID 然后填入到第七行啊 第九行是IP啊 就是我们前面 之前 算好的IP 在第103行 填入2083 点确定 保存并部署 好这个walkers建好了 我们要给他添加一个域名啊 我们就起名叫 demon2023 0729 点encolo.link啊 这是我们之前申请的那个新的域名 好 域名生成好了 我们点一下这个域名啊 虽然他正在出使话 我们点一下 我们看到都是乱码 好不要紧在上面的 域名后方加斜杠 加入我们之前 修改的UUID 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 好敲回车 我们看到了很多链接 我们用第1个v2ray的链接 好 在v2rayn里边粘贴 好 已经粘贴进来了啊 我们来编辑一下 我们需要编辑地址行跟端口 端口当然是2083了 我们就是挑选2083端口来用的 好 那地址行 我们要挑选一个优选地址 这个我之后也会在链接里面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选一个145ms的优选地址 把这个优选的IP地址呢 填到地址栏 在v2rayn n里面点确定啊 好现在来测试一下 好我们打开油管 看看速度 4k 基本上 能够到达 一两万吧 一两万吧 这个 基本上这个速度 我们看一下Facebook 对吧 这个 就可以把这个大好美丽风景 上传到Facebook上去和朋友们分享了吧 好吧 好 又到了本期重点回顾 首先 在申请link域名时 需要使用未注册过的IP 否则会报错 在最顶端会报错 什么 Code也被使用啊 好像这样的一个英文的一些代码 好 其次呢 你从IP文件夹复制 Tax文件中的IP地址时啊 记得 不要复制空行啊 你就复制到最后一行的IP地址最后一个数字后面 全选 复制 然后再粘贴到 cf文件夹 到ip.txt文件中 这个大家切记 好 最后一个就是 Cloudflare网站 有可能会反应比较慢 当你提交后呢 请 反复检查一下 是否修改成功 保存成功 这个很重要 否则一切都是白搭 好 今天的 Cloudflare的网络技术实践 老罗叔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